但是村门,所谓的村,我现在讲村门就是不信基督教的农民 然后教民,你可以说是信奉基督教的农民 这个村民就反对,买了以后就反对 为什么呢?这块地其实就是玉皇庙的地 这个教会就买了玉皇庙的地 拆了玉皇庙来盖了天主教的教堂,或者是基督教的教堂 然后村门就很不服气 红州来看,然后就觉得不行啊 这个其实人家真的买了你们的嘛 没办法,就买了地 就肯定好,就给他们吧,我用自己的钱来盖另外一个玉皇庙给你们吧 但是不盖不盖,盖了以后还差一点 玉皇庙是那么小 然后德国的基督教这个教堂就那么大 听着,然后就打起来 打起来,这个村民就冲到了这个教会里面 然后杀了几个教民 其中呢,有两个人就是严肃琴跟高小娃 他们两个人就是自称十八魁 练是梅化拳 自称义和团 练的是义和拳 他们是义和团 从这天开始就有了这个义和团的东西走出来 就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 为什么是山东呢 要画画这个 对不起 这是当时的中国 山东是这个 为什么是山东 有很多很多原因 其中是内部 然后是外部 内部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 山东是一个人口 极其寄庸的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这个什么 1900年以后的闯关东 通常都是山东人 比如这个 张学良 张学良、张左林 东北王嘛 其实他们是 他们本来是心理的 他本来是山东人 所以你去大部分 你现在见到的非满族 非少数民族的 是汉人的 在东北的人 他们通常是从山东过去 因为这个人口太 太密了 太多人了在山东 所以你看这个 本来山东要五口的话 要五亩地 才能养活了这个五口 但是你要分出的人据呢 是每一家 每一个人只有三分地 你卖一个女儿 是五十文钱 所以人的很不值钱 然后另外一个是经济问题 就是你看很多年来 中国的大一统王朝 通常是这样的 你的首都 北京也好 西安也好 是离开这个 你其实是离开了经济最中心的地方 然后呢 是靠了经济最中心 给你粮食 所以明清两代 或者是元朝也是一样 就是从南方 运送粮食到北京 就用的是曹运 但是因为这个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 曹运其实 河运肯定不跟海运 肯定没法比 就是说海运上去 是很多所谓的 曹运的 来运粮的人 失业了 曹运 你看 很多年轻的男孩子 立壮的 失业 肯定有问题 这个是历史 每一个国家是一样的 所以曹运 曹邦 或者清邦 其实就是曹运过来的 因为你要运粮食的时候 你一定要组织能力很强 所以他们很多是失业了 所以失业呢 你去这个曹运的时候 其实又通过了这个山东 山东 曹运因为给了这个什么 曹运啊 或者是加地呢 或者是这个 招商局 从这个海运的话 他们的失业 失业都流了很大的地皮流氓 然后是失业 然后没办法 还有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木垄断 天下乱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意思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 山东是这个 明风是很彪悍 比如你说这个 这个梁山伯 你说这个水浒站的梁山伯 就在曹州 曹州就是 曹州 教案的地方 就是 就是两个德国的这个 权兆士 被这个团民打死 那为什么德国 德国就是 就外面又来呢 为什么德国呢 德国就是 因为这个 德国 是这个 后期的这个强国 德国是1871年 才统一的 之前是这个 分裂的国家 71年统一的时候 这个国家元首是 William the First 他是比较老练的 他用的人是 Otto von Bismarck Otto von Bismarck 就知道 我们就坐在这个 欧洲的中间 西面是法国 东面是这个俄国 我们不可能同一时间 跟两个国在打仗 所以我们要 be constraint 我们要控制自己 1888年 William the First 死了 他的儿子 Fedrick William the Fourth 继位 几个月也死了 也有点像这个万历皇帝 然后他的这个 29岁的这个孙子 Fedrick William的儿子 William the Second 登记 29岁 他就觉得 我爷爷的东西 或者是Otto von Bismarck 我没用 其中一个是一个 你看这个 Fedrick Floyd的这个 心理学 就看到 因为William the Second 的妈妈 是Victoria的女儿 是她是一般是英 英国人 是她妈妈的很多年来 就跟她说 英国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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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出生的时候 William the Second 出生的时候呢 他是跟这个症状公一样 是这个乌生 是反过来 所以这个医生 要拉他出来 拉出来 就拉上了他的手 他的手 其实是残废的 那这个德国是极其上武的国度 你这个君主 你的手 是废的话 这肯定没人看得上你 所以他很多年来呢 在这个William the Second 就要 我一定要 第一 是我老妈的 不停地说英国多好 第二 这是我的手的残废 我要 给别人看到 我是多厉害的 所以你看到 他有一个 他说了这个历史记载 他有一个梦 他有梦了 就梦到这个 他妈妈 在没有人看到的情况下 他扶摸他的右手 那是多舒服的东西 你会看到 他肯定有很多的这个心理的问题 很多心理问题呢 他就 到他当家的时候 我一定要给我 妈妈 还要给我这个Otto von Bismarck 还要给我爷爷看 我多厉害 我要跟英国一样 我要变成一个世界的强国 打开世界地图 我要占领很多东西地方 打开地图 死了 所有东西都是英国 已经占了 看中国也大部分已经占了 唯一的地方 没有占的 就是山东 但是很激进的 进入山东 我要拿山东 1897年 就这个潮州交案 拿山东的时候 这个两个死了 两个德国人 他多开心呢 就说 你们杀了两个 德国人 我要拿你的 赵州湾 哪里赵州湾呢 就是 因为你杀了两个 德国人 真的拿了两个 赵州湾 真的拿了这个 赵州湾 就变成现在这个 青岛 你每次喝这个 青岛啤酒的话 不要想想 就是第一 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的这个 不正气 还有这个 William II 这个 练武强 就是两个合在一起 就有了这个 这个 青岛啤酒 所以他就一定很激进 很激进的话呢 他这个 这个教徒 或者是这个 全赵市就不停的 深入了这个 山东